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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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一個量收的整理盤 反正就是成家量不是很大 那成家量不是很大 反正在習慣了 那你也可以說是因為禮拜三 美國要公佈CPI 那美國公佈CPI 我跟你講 美國要公佈CPI 全世界最煩惱就是台灣 全世界都不在煩惱 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最會煩惱 美國人都不在煩惱 CPI是他們家的 不是我們的 美國要公佈CPI叫美國公佈 不是台灣公佈 禮拜三 這禮拜三要公佈 美國要公佈CPI 人家最煩惱 美國要公佈CPI 你都不在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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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軍演你也不在煩惱 美國公佈CPI你也不在煩惱 你要去哪裡 我上次才告訴你 你賣了以後你要去哪裡 你跟我講 你想去哪裡 你有綠卡嗎 你有綠卡嗎 你想要去哪裡 你賣國票要幹嘛 你會在煩惱 是我在煩惱 我真問你 我公佈是我的 中共軍演 你要去哪裡 你想去哪裡 我已經講過了 假設你因為美國要升息 你怕通貨膨脹太高 你看空台北股市 我沒話講 合理 因為6月份 7月份就是這樣跌下來 何況通膨也還沒有完全降下來 雖然美國要公布CPI 雖然預估值不會比上個月還高 會降下來 因為石油能源或者是原物料都降下來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CPI指數不會一直往上飆高 會慢慢降下來 美國已經升息了 升息了四次了 升息了九碼了 它會繼續升 但是它就叫降溫 降通膨 不然升息幹嘛 CPI指數不會一直飆高 問題是你為什麼不擔心美國CPI會比預期中還低 然後大漲 你為什麼沒有擔心說會大漲 你怎麼知道會大跌 這個都是未知數 就算是公布出來比預期還低 那也不一定會漲 沒有規定 比預期高也不一定會跌 就好像很多公司公布財報以後比預期還糟糕 結果大漲 特斯道不是就這樣嗎 很多的股票都這樣 比預期還不好大漲 比預期還好大跌 都有這種情況 你不要開玩笑 股票市場沒有一定的規矩 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台北股市現在所面臨的情況 是因為從6月我一直比較給你看 我就是怕你不敢做股票 因為如果說現在美國在崩盤 我就不會鼓勵你做股票 你如果美國如果放盤 現在美國在放盤 譬如說剛才在蓋落的時候 我們說比較保守的 欺利嘛 但是美國在6月16日落地 6月16號 6月16號落地 這邊是5月6月2號 就相對我們的台北股市的5月 就是5月底的時候 16800 這邊台積電就是560 你看美國這個相對的位置 是不是通過了 這16800的位置 現在在這裡 美國在這裡 比這邊還高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 你說NASDAQ的指數 我覺得也是一樣的 飛沉半導體也快到了 也到達這個相對高的位置 你看這支就知道了 它上來記線了 那我不是跟你講台積電 我上個禮拜不是跟你講說 台積電這一次漲了676點 這邊漲了676點 說那這邊沒有點 這邊都是圓 你怎麼說點 我就會知道 你不知道 那是你不認真 你不認真 我說676就是776 676點沒有錯 台積電漲了676點 這大半導體幾點 大半導體到上禮拜 1,113點 為什麼要講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總共漲了676點 漲了百分之 佔這個1,000多點裡面的 60.7% 那換句話說 如果把台積電扣除掉 那上市的股票不是有1,000多檔嗎 上市有1,000多檔嘛 對不對 那把台積電扣掉以後 只有漲400多點 所以你的股票沒上去 你的股票沒上去 對不對 你的股票不是沒上去 大半導體400多點 你的股票可能沒上去 因為穿幾基股票在本400多點 1,000多檔股票 它才總共分了400多點 但台積電自己一個人 就拿了600多點 所以你的股票可能沒上去 所以你以為說大盤已經漲起來 其實你的股票沒有漲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 我看到了很多的機會 美國去那麼多 美國如果大跌呢 漲了百分之二十點五 假設這禮拜公佈CPI 那大跌怎麼辦 大跌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去八%而已 我們漲了8% 那台積電這個漲了快20% 所以你的股票沒上去 大盤美國股市漲了二十% 你要不要怕美國股市大跌 不用啊 你要怕你的股票會不會大跌 你怕美國股市大跌幹嘛 因為美國股市已經領先 漲了百分之二十點五 費城半導體已經領先漲了百分之二十九 費城半導體這一波反彈 總共漲了百分之二十九 那大台北股市百分之八 有夠飯堂 有夠飯堂的啦 我這樣比不是真的不對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這樣比 反正就是很飯堂的 只要原因在什麼 因為中共軍演 你會怕 你股票給他賣掉 就在這裡賣了 你很厲害 很厲害 你賣在這裡 你一天拜禮一天 你再怕一下 拜禮不是十一點 下午不是十一點 中午的時候十一點跌到十二點 不是說十二點要軍演嗎 你十一點就趕他賣了 對吧 那你記得那天不是曾經跌了兩百多點嗎 那後來就 國安基金進場以後 剩下跌七十點 那禮拜五就漲三百多點 那漲三百多點 你會期待說今天又漲三百多點 你是不敢做個股票嗎 上禮拜五漲三百多點 今天又要去三百多點 明天再去三百多點 不然一個區變十萬點 這樣股票不很好做 你心想有可能 你昨天漲了 你上個禮拜五漲了三百多點 美國股市禮拜五也沒有大漲 沒有大漲 沒有大漲的情況之下 今天調整一下 量收調整一下很正常 你要讓上禮拜五的人 有賺錢的人 還是說去嚇到 想要賠了 你讓他賠了 你看這個台積電就知道了 台積電不是吧 你看看 上禮拜五 還有三萬多點 今天沒兩萬點 你就知道了 你看台積電就知道 那這個大盤會不會再漲呢 我可以跟你講 我是技術派的 我可以跟你講 你憑什麼說他不會漲 你要跟我講一個道理 你要講個道理說 為什麼不會漲 我才會服氣啊 不然很多人一直看空 我不知道他 你不能說今天 我跟你講 如果說你今天說 美國要升息 要崩盤 我同意 企業財霸不佳 崩盤 我都同意 這我講的嘛 因為你三百塊在補的時候 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說 這些顧客不可以回去投資的 你現在在看媽媽 我知道 我剛才跟你說過 你看這裡嘛 你說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我說基本面很不好 你說很好 我們沒有同程度 沒有啦 你看30塊 我不是看30塊 我有說過嗎 一直叫蔣敦泰30塊 EPS很好 我跟你說 會大衰退就是會大衰退 你聽了都沒有 我說有準嗎 第一劑3.37 第二劑變成 賺五毛 第三劑 非常有機會虧損 賠錢 本業會賠錢 你聽了好嗎 會跟偶大那一樣 你不相信 你現在知道他尊泰 聯勇 這些股票現在被人家調降平等了 也有外資說去年賺63 那今年 易估會賺什麼 43 那上半年賺32 就有外資 那個 不曉得摩根什麼大通 還是發起都降人家的價格了 所以 他說 意思是說 我要這樣說你聽 他是他們講的 我是給你知道 他說 這個聯勇去年賺63 今年會賺43 那意思就是 後半年賺10塊 還有賺 他說明年剩下賺20塊 大衰退 我 真的沒有 我告訴你 你回去倒數就不對 我前早跟你說過 我說你不能看這裡 你不能看這裡 你不能看這個 你也不能看這個 你也不能看這個 你懂你 有意思嗎 現在人家說這種股票 大家都看這個股票不好 用這個去當IC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 你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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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就要賺他 你看 這些都是印版的去當 相關 都相關公司 相關的 都一樣 都一樣 我都說這句話 跟你說就好了 六十五塊 你不是說基本面很好 兩百幾塊 兩百塊 你說基本面很好 逢低買進 到百倍說基本面很好 逢低買進 拉回早買點 要輸快一點 百五塊也這樣說 百二塊也這樣說 一百塊也這樣說 基本面會改變 不是不會變 很多人說 老師 股票終究要回到基本面 有很多股票疊下來 很多分析師跟你講說 股票終究要回到基本面 對 這句話是對的 股票最終要回到基本面 基本面是負的 我的解讀是這樣 但是他們的講法 不是這樣講 他們是 他們說股票終究要回到基本面 他用三十塊再算 跟我的算法不一樣 那天都賣 才會說這種未來 對啊 股票終究要回到基本面 你要說股票終究要回到 未來的基本面 未來 不是過去的基本面 這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們這樣 前頭開始就說股票不好 就跟媽媽 我不是跟媽媽 我是說這個股票要股票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基本面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 歡迎回到節目下 我還是告訴各位 如果你看空 我同意 我也尊重你 但是你 如果說因為企業財報不佳 你看空 合理 技術面破壞的股票 空投的股票 技術面不好的股票 看空 合理 美國要升息 你看空 合理 通貨膨脹很高 你要看空 合理 或者是 或者是你 或者是你做多做不贏 或者是你做多做不贏 不太高興 避免 要放空 也是隨著你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理由說 中共軍演很抗空 我不同意 這一點我就認為不合理 我就覺得你 太意氣用事了 我不再問你 你 中共軍演 你美國要找到 你想去哪裡 你要幹嘛 你想幹嘛 你不能用這個理由看空 我覺得很奇怪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你在想什麼 隨著你 我沒有在講政治 這個不分藍立白 我們住在這裡 你跟我都一樣 同一國的 你聽不懂 不在分藍立白的 不在分政黨的 不是就是這樣嗎 我講實話不對嗎 你還沒要做什麼 你買股票幹嘛 你跟我講 你想幹嘛 你要酸就對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哪有利卡 不然你要跑去非洲 愛台灣 還要台灣 這氣勢面是反彈 月線往上走 回測月線是買點 老師壓力跌際線 壓力跌際線 壓力是你在壓力 我們都沒有壓力 這要壓力 這不是跌線 這不跌這裡 這有什麼壓力 這有什麼壓力 壓力在哪裡 壓力在哪裡 這跌線壓力在哪裡 你每天都沒有壓力 你壓力每天都壓力 每天都壓力 每天都壓力 不然你不會賺錢 每天都壓力 每天都壓力 政黨顏色 就對國安基金討厭 國安基金是大家的 哪有顏色 國安基金就是 它沒有顏色 國安基金是我們 我們大家的 我們國家的 國家不是我們國家 國安基金是我們 我們到三天的 技術分析最大用處在情緒管理 不要再情緒 不要再有情緒 我問你 你上星期 你上星期 你在這裡 中共今年14545 那天最多點 你股票賣去 你想幹嘛 你要找到 你為什麼賣股票 你要說一下 你有什麼賣股票 如果我們賣股票 你怎麼賣股票呢 我告訴你 青菜買青菜贏 兩個站連班 拚一拚 你有看嗎 站連班又站連班 今天賣一半 簡單 今天你先賣一半 隨便我們 我們賣一半 因為我們兩千 我看量很大 我先賣一半 不行 兩天去兩千 有簡單嗎 網通股 網通股 網通股很多 我們做Poloway 網通股一二十幾 我們不可能每個人做 今天很多網通股都漲停板 今天也都站連班 中壘 衝連也是站連班 當然也有這些漲多的回檔的 你也要注意 不是說要看技術面 你要看技術面 像這支就漲停板 這支就漲停板 我們這支也漲停板 有的漲多了 你不要一直追 這也是 這也是 這都是網通股 這都是網通股 你要買到 我們就 撞撞兩支站連班 買一半 這網通股 不然你 今天白白時 那時候漲兩百多點 你為什麼不顧票 你講幹嘛 你事要做什麼 你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說 我來講一下我們的股票 我們這邊買 這邊賣 賣掉 這邊 186.5不是跟你講要賣嗎 要減碼賣出 回測下來 143、145買 上個禮拜大漲今天回測 照樣保留 這支一樣 這邊買 111.5買 這邊129.5賣掉 減碼賣掉 壓下來以後109買回來 這兩支IC設計 我常常在講 我常常在講 對不對 我上一半也跟你講 利用大跌 買這支 買跌天板 跌天板 沒有不對 其實買跌天板 沒有人要貼 我們把它撞起來 跌天板就是這個價格 沒有大賺 但是這簡單 這這麼好的股票 那基本庫存調整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我都知道 包含頓泰會崩盤 我才都知道 庫存調整 我早就知道 現在已經利空出境 現在所有IC設計股 都在庫存調整 包含聯發科都是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包含這檔股票 我跟你講 我在今天貼的國人已經講過了 好不好 我在這邊講過了 我們上個禮拜 買回來 67.2到67.8 67.2 67.8 買了兩次 不同的會員各買一次 我今天把它公開 敦泰 所以買了以後 如果要跌怎麼辦 就跌 我會走 我會留 我背心裡站著不動被三陣 就像這個 新興 我們173賣掉以後 搶個短賣掉以後 後來買回來158 158它 我一樣158它現在漲起來以後 我也是跟你講說 如果 又一直跌 我們會設停損 那反彈起來 我們 一樣 我們一樣 這個股票我們也是減碼 我在貼的國人也有講過 也是減碼掉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會大轉 不是 所以你也不用替我擔心 什麼新興 或什麼資源會不會賠錢 你只要股票你發現我買了以後 跌下去了 通常我都已經 跑掉了 我不會像你一樣 站著不動被三陣 你放心好了 所以很多人要驗證我的操作 你怎麼驗證 因為我會設停損啊 你懂我意思嗎 不要講那個什麼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以前的事情 來這邊貼標籤沒有用的 我們做股票會設停損的 有買有賣的 接著還有Telegram 193008 我想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你有任何操作問題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明天見 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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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賣